中秋佳节即将来临 也是送礼馈赠亲友的好时机 如果可以不妨选择具有公益性质的礼品 不但可以帮助落实 也为公益事业尽一份心 刚夺下世大运金牌的体操选手李志凯 参加的首场公益活动 就是帮医院附设的咖啡屋庇护工厂 推广中秋礼盒当代言人 世大运结束后 李志凯和教练林玉信 一同来到长庚湖畔咖啡屋的庇护工厂 卫生帐朋友加油打气 并一同制作牛嘎糖 透过实际行动给予支持 能够来支持这个公益活动 真的是就是很开心 至少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活动 然后能做爱心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 但也希望可以做更多的爱心 我们参加这个活动 我希望志凯得到金牌以后 也要多出来做一些公益 为了以后让更多人支持公益这个活动 庇护工厂是高雄市政府劳工局 为协助无法进入就业市场的身心障碍者 提供的庇护性就业服务 这些中秋月饼礼盒 就是生长者用学来的技能 努力做出的成果 民众试吃完身上朋友做的月饼后 都觉得口味绝佳 当作送礼也相当有诚意 也希望借由大家购买的力量 给予他们努力的肯定 我觉得他们庇护工厂的学员 他们做出来的点心 真的是真材实料 那很美味 而且全程都有老师知道 我觉得他的安全卫生方面 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是大运金牌选手李志凯 鼓励各界踊跃做公益 用实际行动来支持生长朋友 在就业这条路可以走得更顺利 港督新闻张世民洪静怡采访报导 天下海 在咱们应该对中央 大运金牌采访报导 大家eur 倘得balance 大运金牌出列 楼谈